这个夏季养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古代的内经里面就已经提到这个事情 因为夏天是阳中之阳 而心作为中医的一个重要丈夫也是一个阳障 所以它两者是相对应的 在夏季补充阳气其实就是用来补心的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夏天很容易出汗 那么中医理论也提到了汗和金叶是同源的 但是金叶同时与血叶又是同源的 那么心脏是足血的 所以汗出过多就极有可能伤心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权衡这个事情呢 第一我们还是应该让它有化身之源 汗有化身之源 那么首先就是金叶有化身之源 因为两者是同源的 那么金叶有化身之源 那么主要是我们的脾胃之杖 能够得到很好的梳理和调整 那么它有了水谷精微的这样一个调整 能够生成金叶 那么转化成我们的汗液 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出汗其实是阳气一个顺程 人体机体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和表达的一个过程 那么在夏季 由于气候原因 我们很容易大量的出汗 但实际上我们应该是少汗一样行 我们在夏季的运动过程中 要提倡的是少汗 微微的出汗 那么能控制这个金叶的损失 那么其实也是护卫了心脏 所以在夏季的过程当中 一个要提升我们的自身的脾胃的运化功能 第二个就是要求维护我们的精血 维护我们的汗液 也就是说夏季 其实不能够做太过剧烈的运动 导致汗液大量的流失了 自己要把握好这个度 再就是平时要养护好咱们的肠胃 因为有可能你觉得心腱不好的时候 可能跟脾胃不好 有直接的联系 对 无语也说 恶的话 其实来说的话 就是胃和心脏是有很明显的联系的